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号给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们回信 祝贺他们实现了脱贫 鼓励他们发扬低水穿石精神 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得知下党实现了脱贫 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货 我非常高兴 向大家致以忠心的祝贺 习近平表示 车领车上天 九岭爬九年 当年三进下党的场景 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奋斗 下党天欠变通途 旧貌换新颜 乡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 获得感 这生动印证了 弱鸟先飞低水穿石的道理 习近平指出 希望乡亲们继续发扬低水穿石的精神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 久久围攻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积极建设美好家园 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下党乡 位于闽东宁德的大山深处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全乡没有一条公路 交通十分不便 素有车领车上天 九领爬九年的说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 曾三进下党调研制造扶贫工作 第一次是1989年7月19号 时任宁德地位书记习近平 乘车近三个小时 步行两个多小时 冒着酷暑到下党乡访贫乱 帮助解决发展难题 近日受乡亲们委托 下党乡六位党员干部群众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汇报下党脱贫的喜讯 表达了对党中央和总书记的感恩之情